北新庄前一天有一起命案 一位65岁妇人一次打疫苗猝死 但是警方调查案情竟然大逆转了 凶手是妇人的流姓房客 闯进家中刑欠失丰 涉嫌杀害了妇人 涉嫌杀人的流姓男子 曾在2012年代表台湾 参加东南亚的啦啦队公开赛 也夺下了混合双人铜牌 警方针讯时他自称是啦啦队教练 经过警方突破他的心房 他才坦诚是因为闯入屋内刑欠时被发现 才会杀人灭口谋财害命 警方已经依强盗杀人还有毒品罪邪 将他移送法办